下午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1月4号的百革五报 首先有国内新闻 沙巴金玛丽国籍补选今天提名结果出炉 民进党将会和国阵上演一对一单挑局面 选举官是在上午的10点30分宣布接获两份提名表格 分别为1号国阵候选人莫哈默·阿拉明 以及2号的民进党候选人卡林布章 虽然选友会共售出了14份提名表格 但最终只有上述两人提名 民进党这边有沙巴首长沙菲易·阿达和副首相旺阿兹沙等多位西蒙代表助阵 国阵方面则有前首相纳吉、马华总会长魏嘉祥等人为候选人背书 这也是自2018年全国大选以来的第10场普选 投票日将会落在1月18号 换个焦点 报道真相是媒体的使命 但如今碰上键盘侠时代 让记者成为被攻击甚至被恐吓的对象 日前第三电视 一名记者因为报道 登州政府开办的达鲁伊曼伊斯兰小学设备不全 造成百多位学生和刘贾贝在黑暗中席地而坐 结果这一名记者遭不止一人发出恐吓以及人身威胁 有关记者考量到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 在前天晚上到瓜登警局投报 随着报道曝光 登州大臣阿莫山苏利已经采取行动 解决该小学所面对的水电供应问题 而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戈宾金就促请警方 针对记者的投报展开调查 一旦发现任何不当 应该要采取严厉行动 最后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美国在伊拉克巴格达发动的一场空袭中 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 让美伊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内伊甚至动言 会采取严厉报复 又肮脏的双手 燃满自己鲜血的罪犯者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苏莱曼尼的死 感到质得意满 认为这一次的行动正好阻止了伊朗军方 迫在眉睫 而且险恶的袭击 但美国纽约市长白思豪随即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纽约即日起将会全程戒备 并且指伊朗或其恐怖盟友 可能会企图以纽约市为目标 今天五报新闻到此 今天五报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